男神金秀贤 李敏昊 李炳憲饰演的热门韩剧 还有新一季 韩团佼佼者 最佳队长大赏等最夯的综艺节目 现在在有线电视频道都可以看得到 韩国娱乐台进军台湾 上半年播出的韩剧受到许多观众好评 下半年更将同步引进韩国热门戏剧综艺 并着手规划在台湾自制节目 让台湾观众欣赏到更多的优质节目 我一定会想要台湾的製作业 因为这会更加订阅 更加订阅的产品 台湾的製作业 台湾观众欣赏得更加设计 我们的频道是更加高的方式 我们的频道是更加高的方式 所以如果现在有机会 我一定会参与台湾的製作业 以前你在网路平台上只能看到的网剧 现在通通都搬上电视了 这样一来让大家的选择可以更多样 而且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让我们的追剧变得更有趣 同样要吸引观众目光的 还有AMC电影台 暑假将会播放许多好莱坞明星 像是布鲁斯威利 冯迪索等动作明星经典剧片 还有知名动画电影 适合全家大小一同观赏 AMC电影台 基本上它前身是来自美国的经典电影频道 那其实在进入台湾市场之后 其实我们在内容上也做了全面的提升 尤其是今年1月1号 我们加入了有限电视69频道之后 我们其实也跟美国总公司那边 进一步沟通 今年也预计采购像是 Sony 环球 爱拉蒙等知名影业的大型的好莱坞电影 将这些电影进到台湾 那我觉得AMC电影台跟其他电影台最大的差异是 大众会觉得电影台的观众 主要的TA应该都以男性为主 那AMC电影台基本上除了服务男性观众之外 也增加了非常多女性观众 以及亲子可以合家观赏的电影 比如说好莱坞的知名动画电影 或者是一些比较浪漫爱情的家庭电影 这也是AMC电影台在进入到有限电视之后 除了经典电影之外 希望能够带给台湾的观众 另外一个不同的观影体验 更多韩剧综艺节目 以及好莱坞经典电影 都可以在KMTV韩国娱乐台 以及AMC电影台收看得到 不仅要吸引观众的目光 也为台湾娱乐产业带来更多的机会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是很不一样 好吗 好 然后先走